持续点点关心精华城Bi的最新进展 就在稍早4点半的时候呢 民众主席柯文哲的延压裁定结果已经出炉了 那就是要从11月5号开始延长积压两个月 并且是禁止接见通信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呢 其实柯文哲的委任律师走出法庭之后 表情也相当的凝重 而且全程不发一语 那其实柯文哲呢 他其实在这个精华城Bi当中 这个关键被告除了应小微的助理 吴顺民是被依500万元交保之外呢 其实目前他也成了第四个是遭到延压的被告了 那目前呢裁定的原因还没有出炉 但很有可能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贴身秘书橘子 还是被通弃 而且是躲藏在国外的 那个可能呢 就是担心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勾串之余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除了今天有召开这个延压亭之外呢 其实检研的动作还是没有停歇的 包含说今天呢 也传了一个被告及三个证人 到廉政署 那目前呢 是两个证人到了北检附训 一个证人是被请回 而被告还在这个廉政署询问当中 那后续呢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案情呢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掌握